最近国内多个重大项目工程建成开通 一起来看一下 8月25号 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二人化碳 加飞轮储能示范项目 在四川省德阳市建成 该项目占定面积约为两个半足球场大小 能在两小时内存满两万度电 足够6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 整个充放电过程完全做到零碳排放 该项目可以在用电低谷期 将富裕的电能转化为其他能量 储存起来 到了用电高峰期 再将能量重新转化为电能 为电网稳定运行 生产生活正常用电 保驾护航 同样在8月25号 金融铁路地质条件最复杂的 大庄隧道顺利贯通 大庄隧道全长5795米 该隧道顶部覆盖层最浅处 仅有1.9米 且为延整体自稳性较差 遇水易软化崩解 属于一级高风险隧道 针对不良地质 项目团队及时优化设计参数 和施工方法 攻克了施工难题 确保了隧道的全面贯通 金融铁路全长188.3公里 预计2023年10月通车 通车以后 从宁波到金华 将会从原来的三个多小时 缩短到80分钟左右 准备 阅悟 阅 阅